哈囉我是戴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伏地挺身的技巧 讓你練胸 四半功倍 肌肥大 超有感 伏地挺身練胸可以說是非常多人使用的練胸動作 不僅不用使用器材 也可以讓你隨時隨地想做就做 這邊我先做一個大家眼中所謂的標準伏地挺身 手掌 手肘 距離適中 理想的節奏搭配順暢的呼吸 穩定的核心 連接軀幹平穩發力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標準 非常的舒服 但是這樣單一的伏地挺身做法 對於胸肌完整的刺激是遠遠不夠的 當我們在用不論是啞鈴 槓鈴 或是Cable訓練胸肌的時候 都會變換許多角度 握距 尾肌 為了就是增加胸肌不同角度的肌肉收縮 那既然使用器材的時候需要做到這一點 伏地挺身當然也不能只做一種動作 以一個大方向來說 要讓胸肌達到完整的肌肉收縮 由外向內的軌跡是關鍵的 當我們在用像是蝴蝶機或是Cable訓練時 可以很好的達成由外向內的條件 那我們要如何把這個條件運用到伏地挺身上 接下來就來為大家示範一種 載握 甲肘 含胸的理人做法 這種練法實在模擬胸肌訓練時 由外朝內的肌肉收縮 能更好更完整地刺激胸肌 好來提升肉量以及外型 首先呢我們先擺出一個正常的握距 然後雙手向內大概半個掌距 將我們的大拇指轉向前方 手肘向身體內側靠近 並將我們的左窩也朝向前方 緩慢的向下後 起身至頂峰時 將手肘打到最直甚至可以鎖死 起身至最高點後 維持胸肌的肌肉張力 並將胸肌內抬 上臂會些微空氣 雙臂內甲來增加頂峰時的肌肉收縮 這個時候還沒完 我們將臀部抬高 雙肩微微向後移動 可以感受到肌肉張力向上胸勾延伸 來做到更完整的胸肌肌肉收縮 掌握好這些要點後把它串連起來 很多人在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會刻意不將手肘打到最直 維持全撐的肌肉張力 這也是一種練法 但是呢我會建議把這種方式放到 所有伏地挺身訓練的最後 再來讓我們的胸肌做衝行 這邊要先打破大家的既定影像 在頂峰時將手肘打直並鎖死 並不會讓你肌肉張力流失 反而更能增加頂峰時的肌肉收縮 也不會造成你的關節受傷 訓練過程中 手肘全程貼緊身體內甲 頂峰時打直手臂 提高臀部增加胸肌肌肉收縮 你會發現其實沒做幾個 你的胸肌就開始衝血了 是不是馬上有感了呢 最後來分享我的伏地挺身課表給大家 我會使用三種練法 第一種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載握甲肘寒胸伏地挺身 行程最長收縮最大的動作擺第一個 好好維持每一下的動作品質 八到十五下輔助 依照自身能力來做調整 第二種 下肢抬高伏地挺身 將後腳抬高來增加手臂與伸前的角度 將肌肉張力向上延伸 對於上胸以及三角肌前術的要求更大 八到十五下輔助 依照自身能力來做調整 第三種 標準的伏地挺身 均衡型的訓練動作用來做最後的收尾 儘量做到力竭 幫我們的胸肌充血 十二到二十下 三到五度 依照自身能力來做調整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給大家 提升 伏地挺身練胸的技巧 祝大家練出奧倫的雙風 有沒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